等会儿,我给你来的狠着 第一期视频是挑战外国的游戏查理查理 在凌晨12点问查理查理你在吗 跟笔仙差不多 他声称游戏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停电了 之后他开始了挑战 每天对着镜子里的自己问你是谁 这也是一个日本很经典的恐怖禁忌传说 他一连挑战了十几天问你是谁 其中还带着小伙伴们到废弃的楼里 玩起了四角游戏 去殡造用品店买明纸 到十字路口玩敲碗等游戏等等 面对网友的质疑他也做出了回应 说有些东西你可以不信 但是你不能不敬 我想统一回复一下 我既然都不信了 我干嘛要静着他呢 殷九华说他做这些是为了让大家相信科学 再之后这些笔仙之类的恐怖游戏挑战 已经满足不了他了 他的行为愈发大胆 东北五仙之一的这个狐仙 这叫狐家探探 现在啊就是这个运 大丈夫生于天地间 启龙九居耳下 到这里说实话就有些过分了 他做的这些行为啊 引起了许多民间人士的不满 甚至有人要他的生辰八字 问问有没有人知道 没想到殷九华主动站出来了 把自己的姓名生辰八字晒了出来说 求安排 没想到这还是一位零零后的小伙子 当然为了尊重个人隐私咱们还是大妈处理一下 再之后2020年7月22日 英九华最过分的一期视频出现了 如果说之前砸的都是个别地区的小众信仰的神像的话 这一次他直接砸起了观音菩萨笑 这个缓中间离境 我干了就是这事 然后这个观音神像阁家 很多人给我念的 所以我评论里就说 可以不信 但是你不能不进 否则会有非常不好的事发生 那就只能测试一下 今天这个历朝历代 我觉得都是没人干的这事 以后带来这个公共场所见到我 叫了一声华哥 要不要见你 打你 此时他引起了更多的人的愤怒 面对大家的指责 他又出了一期视频 傲娇地进行回复 我此时此刻也没觉得我哪做错 我觉得我干的是一件非常正能量的事 我看到很多评论 说这个不报 时候未到 我是一点都不虚 我觉得这都2020年了 您还戏这东西 是不是有点太愚昧了 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 就在殷九华发完这期视频之后 人们以为他会做出更疯狂的举动之时 殷九华居然从互联网上消失了 我搜了一下他的抖音快手微博全部注销 B站最后一次出现是2020年7月23日 好看视频和优酷大语号是7月21日 以bilibili为例 在二年年初全网实行IP地址显示之后 只要登录过账号的人都会显示IP 而殷九华的账号IP依旧没有显示 也就是说可以确定他从2020年7月之后 到今天将近三年过去了 再也没有出现过 我们知道有些Dub突然停更 是因为和MCN公司闹矛盾 但殷九华这个体量显然不是这个原因 所以只能是个人原因 他的失踪引人浮想脸片 不禁令人感到细思极恐 不知道大家认为他遭遇了什么原因 导致的停更消失 一遭遇了车祸之类的意外 二觉得没意思了 视频也不火就放弃这一行了 三被什么人给警告了 请大家将看法打在公屏上 果然经过我的苦心搜索 终于找到了殷九华本人 他换信号了 从今日起我们建立了九华行善联盟 发愿放生一万天 带领一切有缘众生 放生救命 众生即我 我即众生 做到同体大悲 这位师兄 如果有想来现场放生的 可以来到现场 如果不方便来到的 可以在线上参与 由现场的师兄代为放生 这样就可以让所有 有此思维心的众生 都有了行善的机会 这可能就是我来自人间的 真正使命 上个月初 也就是2023年5月3日 快手上一个叫 九华行善联盟放生 一万天的账号横空出世 从相貌声音地址 可以看出 这个九华行善 应该就是殷九华本人 他发誓要连续放生 一万天 接着我写这期视频的脚本 6月1号为止 他已经坚持了30天 和三年前坚持对着镜子 做禁忌游戏相比 那一次才坚持了十几天 三年前 有点众生行动 众生行动 我给你一下客人 扯扯扯扯 三年后 今天是九华行善联盟 放生一万天第22天 本次选取的放生物种 也都是本地的本土物种 我想告诉大家的是 我的信仰一直在告诉我 动物的生命和人类的生命 是一样宝贵的 我们都有父母子女 没有哪个生命 生来就是为了成为别人的盘中餐 老实讲 看到这里我被震撼到 感觉他从一个极端 滑到了另一个极端 我们不知道这三年中 他经历了什么 让他从挑战禁忌不信邪 到放生祈福 那么对殷九华的行为 我们应该怎么看呢 我觉得像砸神像这种事情 不仅无助于破除封建迷信 反而会起到反作用 你真正想破除迷信 就应该像当年央视 走进科学那种方式 去实地调查 去反复检验 去请专业人士探讨 就算有些事 因为无法重复实验 得不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那至少也能提出一个 科学理性的猜测 而不应该用这种 让人不适的方式去乱搞 我们说要尊重宗教信仰 这时候可能又有弹幕杠经说了 你不是无神论者吗 为什么要尊重宗教信仰 然而尊重宗教信仰 不代表你认同世界上 每个宗教的神都存在 而是要尊重那些信宗教的人 那些实实在在的人 不应该去亵渎 一个人信教和不信教 都应该得到尊重 这是最基本的修养 就好比我是AC米兰球迷 我和国米球迷吃饭的时候 我肯定也和和气气地说 国米加油什么的 我不可能喷人家球队 最起码不能当面喷 再好比 我是个小黑子 我老动不动就玩什么吉你太美 你干嘛这些梗 但是有的时候和年轻一点的朋友吃饭 知道对方是蔡徐坤的铁粉之后 那我肯定也非常诚恳地说 对对对 蔡徐坤其实这个形体跟声乐 尤其是舞蹈都特别好 只不过现在有些人黑他黑的有点过分 我挺喜欢他的 这就是基本的情商 谢谢大家 我是邓凯 咱们下期见 我 � Northeast 你 看着我 去了 学术 有心 闻 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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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사가 学生 学生 学育 学生 学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